挺多印尼人的家都是这样的 没有墙 这是新盖的 之前这可可树还没围起来呢 我们在的这一边呢 就是传统的印尼家庭 他们去打个鱼 然后自己盖房子 再养一些小家畜 还有很多水果 养了很多狗 去看家库院 新鲜榴莲 榴莲树也没有市民说的那么高嘛 也就个四五米 对吧 这是娜塔妈妈 娜塔妈妈 娜塔爸爸 他爸爸养的这些是豆鸡 妈呀 攻击性好强的感觉 我在这里会不会被咬呢 这是养的小鸡 豆鸡嘛 他们养大了就把它卖 不是说去比赛 是去卖 卖钱 这是他们家唯一一个砖房 家都是木头的 这是娜塔哥哥的房子 他是个伐木工 主要就是去外面砍木头 这是他的工具 然后他存了钱之后呢 就盖起了自己的小家 两房一厅 厨房 卧室 和客厅 这是他哥哥罚的木 然后他爸做的木船 现在还没做好 但是图画的这些都还在 还没完成 纳塔哥哥 鱼猎高手 自己做的鱼枪 这个不是普通的鱼枪 这个是滚轴的 打大鱼专用的 连诺伯做呢 他都是先车床做好这个基本的 然后再自己上 他是纯手工 图子全部自己划自己切 还做的挺精致挺漂亮的 很平滑 这是他放黑风箱的地方 专门做的一个棚子 蜂肠 之前刚采完 所以蜂蜜不是很多了 只有一点点 这是纳塔自己的小花园 这些棚井呢 都是他去山上挖的 每天早上他早起呢 就在这里喝杯咖啡 看看这些花花草草 很舒服 You are very nice 这些咖啡也 看 这是纳塔 我们第一次泉水的时候 他穿的一个防晒衣 加一个半身的鱼猎服 他上来之后呢 发抖 然后抽烟烤火 因为我们那时候穿三毫 都觉得挺冷的 挺冻头的 他就穿着这么 有点破的 然后是短的潜水服去 我们来带我们周围逛 还去了附近的一个瀑布 这一次来呢 我们带了一个小礼物给他 赞助我们带了一个小礼物给他 谢谢 来看看 这个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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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知道海参 海参 你知道吗 我朋友有 哦 他朋友就有一套海参了 这个是开放的 是好材料 给你带来 这个小小 我觉得是好材料 好 谢谢 谢谢 刚拍完 刚刚给他鱼猎服的时候 他特别激动 他说他自己攒钱 攒了一年多还没买上 结果我们带的这个小礼物 让他梦寐以求的鱼猎服就到了 赶紧拿个烟抽压压筋嘛 这眼镜好像以前海风浪打上来的 这么旧了 他一直在用的 这袋子呢 不是原配套的 应该是自己换了别人的 用了那么久 这咬嘴都坏了 看不看 一边摘一边摘一边 一边摘一边摘 刚刚他看我一直说这个红毛丹 他哥哥直接就是树上摘下来 兜里扑着就过来 哎你喜欢吃吃吧 来来吃来吃新鲜的 他哥哥好像又要给我现摘一个 哦这是莲雾 他哥哥刚树上摘的莲雾 先不敞了 因为红毛丹太甜了 我们准备回家了 那他还给我们装水果带回去 昨天给了那坦衣服之后 他一直很激动 一直说 哎我要怎么配合你拍呀 我要不要现在去打鱼 然后你过来拍我呀 然后我们就邀请他 穿上他以前的鱼猎服 这一件是防晒衣 然后这一件是半身的防晒服 都挺破的 有挺多冻啊 你看这都破的挺进水很冷 然后给了他的新的鱼猎服的话 他会更暖和一些 因为他现在一年之后 他进步了很多 他给我看他的照片大鱼 我说你会获得鱼猎服 之前你只是小鱼猎服 但现在你能获得鱼猎服 增加了很多 只是幸运 不不不不 你增加了 对 好 我们再看看他对拿到新的鱼猎服 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啊 勞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